大家好,我是白马猴子 韩力在修仙路上经历过无数惊险的大战 有些对手更是给书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修仙者的大战之所以精彩 有一部分是源于花样繁多的法器对拼 另一部分就是其中令人惊叹的制度成分了 下面我们就按境界来讲一下 韩力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死大战 本期视频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期 也就是练气期 我会在练气阶段选一两个代表性的人物 来讲述其中战斗的精彩之处 虽然这部分小说桥段在动画中已经是过去式 但动画经过了不少改编 所以原著还是有很多不同 首先要说的这个人名为陆师兄 虽然在凡人小说中 这是一个到死都没留下完整姓名的小角色 但他与韩力斗智斗勇的一战却极为精彩 而且他给人印象极其深刻 以至于现在网上都有好几个以他为主角的同人小说 陆师兄身材挺拔,样貌英俊 修为是练起十二层 林根是少见的风俗性易林根 易林根是两种或者三种林根一变产生的林根 这种易林根的修仙者不但修炼速度快 而且如果能修炼相应功法的话 一般情况下打三四个同级别的修仙者不成问题 所以风林根的陆师兄在黄蜂谷也确实是颇受重视的人物 韩力第一次见陆师兄的时候 陆师兄身边还带着陈巧茜 本来以他的自知在黄蜂谷是极受重视的 不过黄蜂谷最近突然又新收了两个雷属性易林根的少年 于是他似乎嫉妒一般 先是挑衅 后又提出要找两位新加入的少年切磋 此过程中 韩力则在旁边全程欧逼 这时候陆师兄在他眼中 就是一个纯粹的顽固子弟 之后韩力为了提升在血色境地中的存活几率 于是用千年灵草在仿市采购了一大波伐气 从仿市采购归来 准备在隐蔽的小山洞歇角时 突然听到外面的空地上有人降落 这时韩力的第一反应是 万宝楼掌柜不想武德 为了夺宝竟然派杀手跟踪他 不过韩力躲在一个石块后面 瞧瞧看了一眼 发现来人竟是陆师兄 原来陆师兄为了攀上表面海王的董萱 准备对旧情陈巧倩痛下杀手 本来无意间撞到这对昔日情侣的相杀大戏 以韩力惜命的性格 他是准备当一个暗中观察的伏地魔的 毕竟眼前的陆师兄 无论是修为还是法术威力都不容小觑 不过陆师兄在给韩力表演春宫戏前 先在陈巧倩身上搜到了一颗助击单 而且加上他自己分道的那颗 陆师兄现在竟然持有两枚助击单 助击单的诱惑 让准备欧逼到底的韩力起了参团的心思 毕竟他费尽心思参加血色试炼 其实就是为了助击单 所以韩力当即准备 等陆师兄步入正题 紧接意识降到最低时再出手偷袭 不过眼前的陆师兄 虽然一直乌烟会语不断 但在最后一步解开腰带时 却耽搁了很久 韩力通过观察陆师兄的神色 发现眼前的陆师兄 虽然表面一副极不可耐的样子 不过眼中却丝毫不乱 似乎还隐含一丝冷笑在内 意识到不妙的韩力马上戒备起来 果不其然 有件东西正飞快从他一侧偷袭而来 若不是及时开启防护服录 韩天尊可能就要当场交代了 韩力吃惊于陆师兄的偷袭手段 而陆师兄则因为没有得手 也感到非常意外 等韩力献出身形后 陆师兄一见韩力便认出了他 要知道两人之前只见过一面 当时陆师兄挑衅另两名 逸林跟修仙者时 韩力只是众多围观者之一 没想到平日目中无人的陆师兄 竟然一眼就能认出他 这也让韩力对陆师兄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嚣张跋扈只是他的伪装 真实的陆师兄 竟是这样心思缜密的一个人 其实陆师兄在外人面前 故意表现的那般不堪 目的就是让人轻视他 按他表现出来的性格 以及他跟陈巧倩的精密程度 即便真的杀掉陈巧倩 他自信也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头上 只可惜最后一步 被韩力无意间给撞破了 韩力现身后 眼见不可能再有任何谈判余地 于是抢先发动攻击 像什么钢环 葫芦 火球之类的 韩力全都一股脑 向陆师兄招呼了过去 虽然他比陆师兄低了一个等级 但仗着先手优势 外加众多法器 在气势上还真不须陆师兄 不过陆师哥毕竟也不是一般修饰 看到韩力的攻势后 他一边挥动青椒旗 准备叙事还击 一边又用封墙术防护自身 第一波攻击 皆被陆师兄的封墙 从正面倒下 韩力也曾多次变换角度攻击 不过陆师兄的封墙术 总能随着韩力的攻击方向 不断转向 眼看当前的攻击 无法伤害的陆师兄 而陆师兄叙事待发的青椒旗 看起来又非同小可 于是韩力下定决心 准备动用浮宝解决大敌 不过飞剑服激发需要一些时间 于是韩力在激发浮宝前 先在周围简单布下了三层防护 而这时青椒旗发主的封刃攻击 也来到眼前 双锋一接触 韩力用上屏伐器 布下的第一层防御 立马摇摇欲坠 陆师兄的第二波攻击到来后 第一层防御直接被突破 数十上百道封刃直奔韩力而来 幸好用玄铁飞天盾 布下的第二层防御 顶住了压力 陆师兄看到叙事许久的封刃攻击 全无效果后 终于也下定决心使用终极手段 他手中战旗往天上一抛 青椒旗顿时化为一条青色蛟龙 蛟龙已出 韩力的飞天盾也有些承受不住了 还好这时飞剑服启动 于是韩力及时收起飞天盾 控制飞剑服所化的巨剑 与青色蛟龙在空中大战 虽然两件宝物在空中不断碰撞 不过却一时无法分出胜负 于是两人之间的战斗 逐渐演变成了比拼法力的消耗战 陆师兄为了恢复法力 当即拿出一块低阶灵石补充自身灵力 而韩力本身修为就低了陆师兄一层 所以他为了在消耗战中不落下风 不但拿出了中平灵石恢复法力 而且还撤去了最内层的护盾服 福禄在使用过程中看似不消耗法力 但如果福禄一直在运转的话 人会源源不断地消耗使用者的法力 只是这种消耗微乎其微 以至于大部分低阶弟子都认为 福禄除了激发过程中需要法力之外 其余过程均不耗费法力 而韩力在与门内师兄交流过程中 意外得知了这个知识点 甚至抱着实践是检验证理唯一标准原则的韩力 还亲自实验 证实了这种说法 所以当韩力意识到两人之间会是长时间消耗战之后 为了最大限度节省法力 他第一时间就撤去了护盾服 而时间管理大师陆师兄 肯定不像单身的韩力那么清闲 有那些功夫多勾搭一下董轩他不像吗 因为不知道福禄也会消耗法力 于是在斗法过程中 陆师兄也一直没撤掉封墙服 当看到韩力撤去护盾服时 陆师兄还一脸疑惑 不过既然韩力毫无防护 他便想暗中凝举锋刃 直接攻击韩力的肉体 韩力也及时发现了陆师兄的意图 于是操控飞剑服 向陆师兄又是一顿猛攻 逼得陆师兄不得不专心应对头顶的巨剑 之后虽然陆师兄多次想偷袭韩力 但都被韩力以同样手段逼了回去 僵持到最后阶段时 韩力甚至还直接生吞各种灵草来补充法力 反观陆师兄 他虽然法力比韩力深厚 但因为低阶灵时的恢复速度限制 以及未撤销的封墙术一直消耗灵力 于是渐渐法力不支 连剑就生死刀销 陆师兄终于疯狂起来 他突然收回对战的青椒旗 不顾头顶砸下的巨剑 反而用最后的法力专心凝练出一道巨大的锋刃向韩力打去 韩力虽然法力也谨慎无几 但他在紧急关头 先是操控巨剑 劈向陆师兄 然后自身则使用螺烟布 不断躲避带有追踪功能的锋刃 最终陆师兄连锋墙一起 被巨剑劈到裂开 而韩力用螺烟布近距离躲避修仙者的攻击 对体力的消耗极大 最后锋刃消失后 韩力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时候韩力不但浑身酸疼 刚才生吞灵草补充法力的弊端也显现出来 与陆师兄的一战 韩力赢了 只是赢得极为惨烈 他不但自身法力耗尽 曾经极为倚仗的飞剑福报 也在这一战中彻底包废 血色试炼中 还有很多比陆师兄更厉害的炼气弟子 但能把韩力逼到生吃灵草这种地步的 也只有陆师兄一个了 而且陆师兄的心机之身 以及最后那番同归于境的打法 在其他炼气弟子身上也很少看到 所以他作为炼气时期的代表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下面要说的另一位炼气修士 无论是修为战力或者是名头 在炼气阶段几乎都是顶级中的顶级 这个人便是风月 自然风月在动画中相较于陆师兄还原度较高 不过却还是语言著有挺多不同 韩力在血色境地 被同门师姐强行拖着一起对战多宝女时 所有狂人之称的风月 从多宝女背后偷袭 一举灭掉了多宝女 韩力的便宜师姐一见满脸刀疤的风月 就跟见了鬼一样地喊出了她的名号 风月一见竟然有人认识自己 于是还嚣张地对韩力和便宜师姐说 你们先老实地站在那里 等我先舔完包后再处置你们 言语之间似乎眼前的两人 已经是戴死戴的羔羊一般 韩力虽不认识风月 不过从风月的话来看 他们之间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虽然眼前的风月已经是炼气13层修为 还有一件威力不小的福宝 但她一见风月铁满多宝女的储物袋 还想在剪走多宝女掉落在地上的法器时 韩力直接发出一个火球进行干扰 杀我可以 舔我看上的包绝对不行 风月一看 韩力发出的火球顿时火冒三丈 在她眼里 韩力跟她的便宜师姐 本应该色色发抖 甚至磕头球放过的 没想到韩力竟然还敢出手攻击 于是风月愤怒地说 你俩是想怎么死 是被我一刀刀火剐了死 还是用大火把肉一寸寸烤熟了死 这番话对韩力没什么影响 因为从一开始 她就看出了风月不可能放他俩离开 但便宜师姐一听这话 脸色比抹了三层逆子的墙寒白 所以韩力用玄铁飞天盾挡住福宝攻击后 便宜师姐不但没出手帮助 反而趁着他们僵持的时刻扭头就跑 风月本来就在气头上 一看自己眼中的羔羊竟然想跑 于是瞬间来到便宜师姐前面 一记黑虎掏心 直接洞穿了师姐的身体 最后她为了震慑韩力 甚至还故意舔了舔满是鲜血的手指 韩力确实被风月吓到了 不过风月变态的行为只是其中之一 真正让韩力头疼的是 风月击杀师姐所展现的速度 韩力之前还想着用金服子母刃困住风月 然后再用威力大但灵活性不强的 金砖福宝解决对方 不过看到风月的速度后 这种策略明显是行不通了 于是韩力只能一次性 祭出子母刃的所有子刃 希望以数量乱中取胜 但风月看到飞过来的子刃后 立即拿出了顶级法器黄罗伞防御 子刃一接触黄罗伞就被直接弹开 眼见黄罗伞轻而易举就挡住了攻击 于是风月便开始操控小刀福宝对韩力猛攻 但他的攻击也被韩力的玄铁飞天盾挡下 不过韩力的飞天盾明显在防御力上不如黄罗伞 因为随着他的福宝攻击 飞天盾上的光芒一直在减弱 韩力一看硬实力确实打不过对面 于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天雷子 当然他并没有直接把天雷子丢向风月 毕竟以风月的速度 直接丢过去的话大概率会被躲开 韩力先是拿出了一个葫芦法器 然后用这个法器一连串向风月 打出了七八枚名为混元珠的光球 而那颗天雷子也被韩力巧妙地 混在了这些混元珠中 风月一看韩力发出混元珠 第一时间就觉得有诈 于是立即释放了一个冰毛树的福禄 远距离迎击混元珠 冰毛一连撞飞了三次颗混元珠后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 这时候风月才真正放心下来 毕竟以黄罗伞的防御力 混元珠根本没有任何破开防御的可能 而这时候韩力又拿出了陆师兄的青椒旗来回舞动 似乎在蓄力什么大招一样 青椒旗一出顿时吸引了风月的注意力 因为以他的阅历 一眼就看出了青椒旗绝对是顶阶法器中的精品 虽然风月形势霸道张扬 但他能安稳存活至今 很大部分也源于他谨慎的性格 于是韩力一拿出青椒旗 他便加强了警惕 生怕这法器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古怪能力 这时候混元珠终于来到面前 不过这些混元珠一接触黄罗伞便被弹开 根本无法近身 风月刚出生嘲讽了几句后 却突然发现了藏生于混元珠之后的蓝色元珠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身体就被一团白光包裹 白光消失后 风月还面带惊恶地站在原地 这可把韩力给吓了一跳 他刚想出手再次攻击 结果一阵风吹来 风月的身体顿时随风而散 现场只留下了一双踏云靴 这次与风月的对战 韩力是没有任何保留的手段全出 论修为 风月比他高两层 论速度 风月的踏云靴也不在韩力之下 再加上小刀佛宝和顶阶防御法器黄罗伞 所以韩力基本是处于跑也跑不掉 耗也耗不过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 韩力想要活命 尤其只有智取这一条路 于是韩力先用混元珠混淆视听 又拿出青椒旗吸引注意力 这才真正解决了风月 所以为什么韩力前期的斗法过程 会有那么多的斗智成分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的硬实力不够 如果不是硬实力打不过 谁又愿意用其他手段呢 虽然这期视频只讲了 练气时期的大战 但其中的精彩之处 让我这个十几年的老鼠粉 重温那些章节时 都含有种欲霸不能的感觉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 凡人相关的视频 欢迎三连加关注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 我是白马猴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